500 魁梅十年降临台中。 重现经典花朵舞。 500 透南风演唱会今晚吹到台中圆满剧场。 图环球音乐提供20101803.24。 500和Channel Blue金24。 万在台中圆满剧场举办透南风演唱会,吸引6000位歌迷到场朝圣,自次的演唱会是500魁梅十年才终于又来到台中举办。 他也向歌迷表示,很特别的日子。很特别的地方。很特别的你们。内行的才知道。让粉丝情绪非常高昂。 开场时,500和Channel Blue率领三位打击乐手。 6位现代舞者,出现在漆黑的舞台上,舞台后方整面低巨型LED墙,以整排木麻黄的黄昏海边景象,为演唱会揭开序幕。 ,演出画面感十足的,东时,而后当歌曲,空袭警报,的音乐响起时,则是出现夜幕低锤,军机飞过,树林烧成一片火海的长桨,长面壮观。 整场演出内容以剧场形式改造,大量加入打击乐的歌曲更像一首首新歌,非常具有震撼力。 500透南风演唱会台中场,整场演出内容以剧场形式改造,大量加入打击乐的歌曲更像一首首新歌,非常具有震撼力。 图环球音乐提供20101803.24 不同于上半场的木麻黄树林,下半场的场景来到了海边,配合歌曲的情境,在表演到,浪人情歌,时,海边的房子竟然烧了起来,重现MV中的经典画面。 而到了,心爱的在贵拉,一艘艘大船试过,船身上的歌词让全场歌迷从头到尾大合唱,最后安克什,500与全体19位演出人员出场带领全场观众大跳,乃是我的花朵,等花朵舞,为整场演唱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 此外,其实500的海外演唱会要约一直没有间断,它也会趁空档制作新专辑,希望在年底前推出新作品。 500在演唱会安克什,重现经典花朵舞。 图环球音乐提供,20101803.24